蛋糕 哈囉大家好我是團治 那麼今天2月10號呢 我去參加了日本這一次的 Kuzukiwa 20週年的展覽 這一次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會場當中所收集到的戰利品 就是這個20週年紀念的ALL STARS的資料夾 這個原本是預計會在3月的時候才會出的商品 那在會場當中呢是優先的拿出來販賣 因為是用扭蛋機去抽的 所以也不確定能不能夠收集到全部的版本 那它總共有8個種類 大概就如它圖上這8種 主要是初代的變身後和變身前的樣子 那我呢竟然都難得來日本參加這次展覽了嘛 所以我就趁這次機會把所有的種類都湊出來了 那在這邊一個一個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這個初代的SHINEKLUMINAS的變身後的樣子 圖案是都做的還蠻好看的 再來這個是QR壞頭的版本 後面有這個類似陶瓦牌一樣的設計 再來呢就是QR BLOCK變身後的樣子 三種的設計呢都很可愛 而且還帥氣 我個人是相當的喜歡 再來是壞頭變身前的樣子 它在這中間還會給它這個變身的小妖精在旁邊 然後這個就是BLOCK變身前的樣子 同樣是有它的妖精在它這個彎中 然後這個就是LUMINAS的變身前的樣子 然後在它這個資料夾下面呢 都會有這個變身者和妖精的姓名 最後兩種呢就是所有人的變身前的樣子 剛剛那三個個人版本的呢都是穿校服 只有這個版本是他們穿便服的樣子 當然也有它當中最稀有的 所有人變身後的樣子 這個是裡面最難抽的 真的抽了很多次還抽到 那麼以上這些是它主要八種的種類 我日後會再補上這次活動的介紹影片 當然我這次的戰略品絕對不只這些 之後也會再額外做一個影片來一一給大家介紹一下 好的那麼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個喜歡 也要訂閱我們的頻道跟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那我們在期待之後我們的光美介紹影片 掰掰